《光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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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這件事情和動詩這件事 是相同的 好 你看到一个乞丐在那边 那你给他钱 譬如说我先讲最钱的是给他钱 是你应该感恩他 还是他应该感恩你 我们通常是认为我给他钱 就是他应该感恩 没有 没有 他创造一个机会 创造一个让你去种他的福田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感恩应该是由你来感恩的 所以这一点是很基本的 那狗啦 他眼睛看着你 然后希望你得到你的爱 那种unconditional的让 就是没有条件事 人家动物就是会做这样 所以大家很喜欢狗 因为它不会记错 怎么昨天你打我 怎么今天他给我吃饭 它没有那种情绪化的问题 所以只有感恩嘛 你只要是它的主人 所以我是觉得 从这里我来定义感恩的事情 就是它是没有分别的 没有好坏高低的问题 那随时都爱感恩 我们今天 譬如说我这几个例子 能够摄影机来照我的话 那我很感恩 摄影机一定不是一个人做的 一定很多人来做这件事 就是因缘和合 然后刚好在今天 我们今天再来谈 那我称为这个叫一起一会 我们这一次见面可能是 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 所以我很感恩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当下和你能够 真诚的沟通 所以这个都 所以我是这个感恩是 醒来就开始感恩了 这是我这一尾不是我自己做的 对 所以感恩的话 这是什么都是感恩的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感恩的第一把扩充出去 大概是这样 对 那当然我们的家训 我家的家训就是 什么知福 要习福 要分福 这件事从小这样听 也不知道是听什么 慢慢 慢慢最近才知道说 原来要能够自觉才可以绝人 怎么样自立才可以立人 这件事情 原来那个内心的自觉 就在绝这个感恩之心 好 开始了 不要乱了 卡的 卡的 好 我们要想一下 想一下 后面 有 有 有 来 来 来